从21世纪开始 地球科技迅速发展 人口成爆炸增长 环境很快不堪重负 人类最终做出一个选择 决定将火星改造成能供人类生存的星球 而实施的第一步骤 就是将苔藓和蟑螂释放到火星上 等火星气候得到改善后 再将其清除 从而完成人类星际移民计划 很快500年过去了 时间到了2599年 联合国宇航局在经历了20年前的 Bugs 1号失利之后 终于发射了Bugs 2号 搭载15名成员再次登陆火星 对火星情况和生态样本进行调查 此刻飞船终于登陆 雷达表明 目前飞船半径1000米内没有动态反应 空气环境等也十分适宜人类生存 戴维斯舰长的声音随即传来 让各队员按照所处班组开始行动 除了分析班和监视班 清早班在确认器材和探测器没问题后 一小时内就要准备踏上火星地表 听到戴维斯舰长的话 一个男子暴息靠在边上 现在十分不安 还是边上的秋田奶奶去无奈地拍着她的头 让她打起精神 肯定没问题的 这时男子才抬起头 就是超青色的小丁小吉 只能说无论是谁都有年轻的时候呀 时间很快到了 在秋田的催促下 小丁总算忐忑不安地下了飞船 看着天空的蓝天白云 呼吸着新鲜空气 秋田的心情很好 一路上都笑脸盈盈的 反倒是小丁还处于不安中 还摆脱秋田顺手把自己的任务也给做了算了 秋田很不理解 明明小丁在昨天的时候还一身干计 而且为了这个任务 大家还特地接受了Bugs手术呀 小丁也是有些尴尬 表示话时这么说没错 但一到了实际操作 自己就没啥自信了 秋田于是停顿下来提前她 不要忘了来这里的目的 像我们这样的底层人 能选择的也只有这个工作 不过好在完成任务之后 大家就能过像样的生活了呀 在秋田的鼓励下 小丁总算重振旗鼓 举起手决定大干一番 两人相视一笑 然而就在这时 秋田的笑容突然愣住了 小丁顺着方向望去 居然是一个满身是肌肉 黑不溜出的怪物 赫然就是火星蟑螂 小丁和秋田第一次看到这情景 根本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东西 只知道肯定是外星人 眼前蟑螂慢慢朝他们逼近 小丁连毛护住秋田 让秋田躲在身后 没想到秋田却认为应该不要紧 和对方聊一聊就没事了 小丁你不是也说过吗 万事以何为归 有这样的好心肠 就算是外星人也行得通的 秋田随即握着小丁的手 给他鼓励 在身后美女的再次催促下 小丁也只好尴尬地抬手示好 说了句 Hello Nice to meet you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觉得 蟑螂会说英文的呢 小丁原本还在等待对方的回答 起了蟑螂只是 睁着漆黑的毛子看着秋田 而下一秒 他就扭断了秋田的脖子 血水流了出来 秋田瞬间冰冷地倒在地上 亲眼目睹女友被害 小丁蒙住了 随后才生死力竭地大声呐喊 不禁地呼唤秋田的名字 让他振作一点 可秋田没有一点反应 这让小丁的脑海 立即被愤怒填满 怒吼着要杀了眼前的怪物 可眼见他就要注射特殊药物 与蟑螂拼命 千军一发之际 秋田又最后的力气拦住了他 艰难地告诉他 别这样 别这样 我再也不想看到那样的小吉了 肯定 肯定聊聊就好了 小丁一下愣住了 他的记忆瞬间回到了地球上 秋田的父亲是一个畜生 仅因为秋田出球和自己玩 就对他暴力相想 大肆辱骂还有侵犯 小丁有一次发现了 直接闯进去 将他的父亲打得血肉模糊 小丁知道 秋田是再也不想看到那样的情景了 他不想看到自己 彻底失去理智的样子 然而可怜的秋田 说完这最后一句话后 就咽气了 小丁还是站起身 再次准备注射药物 敌秋田报仇 却被突然出现的 提姆等两个队友拦住 提醒他对方已经逃了 小丁无奈 只能强忍住悲伤就此停手 时间很快就到了夜晚 大家在飞船上 讨论白天的情况 对于秋田的遭遇 众人真的感到十分不安 提姆根据目击的情况 想到这些怪物就是蟑螂 进化之后的巨型火星蟑螂 而一想到秋田被轻而易举地杀了 女队员玛利亚站了起来 她想要放弃执行任务 建议戴维斯船长赶紧返回地球 但戴维斯其实早已经向总部汇报过了 总部的意思是继续执行任务 还提醒戴维斯舰长 21年前巴克斯1号的成组人员 都是优秀的精英 可是巴克斯2号全都是有 前科或者极度贫穷的人 为了得到钱 都已经放下了作为人的权利 更何况这次的行动 连十分之一的任务都没有完成 怎么可能回去 然而玛利亚已经慌了 只希望戴维斯能平安带领她回去 旁边一个戴头巾的男人出生了 哥德利突然对小丁发话 表示秋田就是一个 背着一身债的蛆虫 还接受了手术 变成了真正的蛆虫 现在真的像蛆虫一样死掉 她死了真的让你这么伤心吗 日本人 小丁的暴躁属性再次醒来 上去就是一拳 哥德对秋田并没有恶意 刚刚也只是在阐述政府的想法罢了 在政府眼里 巴克斯二号全体队员的生命 都没有任何价值 不按命令就回不去 更拿不到钱 如今摆在大家眼前的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将这些蟑螂的尸体带回地球 塞进那些让人火大的 宇航局工作人员的储物柜里 哥德认为蟑螂惧怕高温 自己的手术能力 刚好可以克制他们 小丁和提姆想要支援 可哥德却很不屑 觉得根据也只会拖他的后腿 一个眼睛男看着哥德离开 连忙询问戴维斯的意见 戴维斯也不反对 哥德曾在以色列的武装部里 干了26年 他的能力确实也是 最适合一对多的战斗的 此时地球上 年轻的本多听说了 巴克斯二号的事 他不明白这次计划的主导人 牛顿博士 为什么要让成员们继续战斗 牛顿博士不以为然 没有钱就没有人权 这话不是你说过的吗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给他们 做成功率这么低的巴克斯手术 在他们体内添加昆虫的DNA 在注射真机后能变身 拥有特定昆虫的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和火星上的变种蟑螂 就是同类 巴克斯一号的失败 证明人类不行的话 就只能送昆虫人去了 再次回到火星 哥德很快在野外 遇到了火星蟑螂 只见他迅速往体内 注射了特殊药剂 其巴克斯手术 融合的是椰僻不假的能力 可以伴随爆破音 发射超高温本昆 能引发火焰喷射器般的大爆炸 哥德随即迅速张开双手 炸出火焰 没想到火焰中蟑螂根本没事 蟑螂号称害虫之王 即便是高温 也很难杀死 与此同时 飞船内眼睛男发现 有布没有物体正在接近 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 飞船就被蟑螂击穿了一个大洞 说时迟 那时快 玛丽亚连忙注射药物开始变身 然而 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身体就被蟑螂一爪下去 一分为二 众人惊呆了 仔细看 这蟑螂的手中还拎着哥德的头颅 随着这只蟑螂的出现 外面忙忙度的蟑螂正向飞船走来 眼睛男吓哭了 不知所措的大叫着 为什么 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呀 为什么呀 眼下情况异常 戴维斯舰长向队员们道歉 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到这种地步 因此只能让人赶紧撤离 他注射了药剂 要给大家一条生路 转场后 飞船舱门打开 小丁点人坐在逃生车上 泰加斯坐在车位 打算用自己的能力 帮助大家离开蟑螂的包围 泰加斯迅速变异 嘴部直接变形 喷射出一股强大的气流 直接带着车子飞了出去 然而当众人逃出 才发现泰加斯早就伸手一触了 戴维斯舰长融合了子弹椅的能力 他与蟑螂们拼命搏杀 和智坚一郎一起掩护成员撤退 在巴克斯二号的所有成员中 戴维斯的子弹椅能力是最强的 被他的能力击中 会有被子弹贯穿的痛楚 也正是如此 戴维斯才能在蟑螂手底下 撑这么长的时间 此时智坚一郎也减刺到 其他成员已经平安逃离了 飞船内的氧气攻击也即将停止 原来两人的作战方案 就是把蟑螂吸引过来 在舱内造成真空 杀死足够的蟑螂之后 再回到地球 因为智坚一郎的能力 很适合这个方案 所以他也留下来和舰长一起战斗 戴维斯还在和蟑螂奋力厮杀 他已经不知道 打死了多少只蟑螂 将多少只蟑螂撕成了两半 可还有许多蟑螂在看着他 一边智坚一郎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戴维斯看着一郎 知道自己是回不去了 他打算和蟑螂拼了 另一边 小丁等人一路奔逃 他对抛下舰长他们十分自责 也好想捏碎那只 杀了秋田的蟑螂 可提姆告诉他 我们的战斗应该是求生 不是求死 就算追着他死了 又有什么用呢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 可你要活着回去 给他修一座坟墓呀 天终于大亮了 一群人看着升起的太阳 突然发现边场不远处的 Bugs一号飞船 进入之后 发现里面基本没说什么ポ子 甚至电脑系统还在工作 突然 几声枪响传出 说人赶紧跑出去 才发现留守的两名队员 被枪杀了 几十只蟑螂正躲在飞船底下拿着枪 而一眨眼的功夫 他们就被走出来的蟑螂团团包围 提姆和小丁相视一笑 迅速注射药剂变身 一个男的却拿着药战战兢兢 因此直接被打成了筛子 眼睛男也因为犹犹豫豫 直接被砍了头 最惨的是黄发女 她刚勉强变身 躲过子弹的袭击 就被蟑螂分尸了 现场瞬间直升下提姆小丁 以及螳螂女张明明三人 提姆的能力是沙漠飞黄 她腿部力量十分强大 一脚就踢碎了两只蟑螂的头 小丁各式融合了大雀风的能力 她对蟑螂有刻骨的仇恨 三人线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活着回到地球 也不知道他们战斗了多久 终于总算是把所有蟑螂都干掉了 看着遍地的蟑螂和同伴尸体 竟然没有时间犹豫 张明明决定回巴克斯二号 他们不能让舰长和一郎白死 巴克斯二号飞船内 戴维斯还在坚持战斗 他掐着一只蟑螂的下巴举了起来 愤怒地大喊 自己一定要干掉你们回到地球 所以别小看人类呀 死蟑螂 此时飞船内的氧气浓度 仅剩下最后3% 剩余的几只蟑螂 终于缺氧倒在了地上 戴维斯也终于坚持不住 没想到 他跌倒在地 一只拿枪的蟑螂 就靠近他捕了一枪 还说谢谢舰长 这是怎么回事呀 这间一郎还在沉睡 他的脑海中 回忆起了过去读书的场景 他的体内有着休眠幼虫的DNA 这种昆虫的幼虫 一旦处于水分不足的环境 就会进入防御状态 不论极高温度 或是极寒 或者被置于真空状态下 都不会死亡 但一旦被给予水分 就会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重新开始活动 所以这能力就是不会死了 突然 一捧水浇在了 之间一郎的头顶 之间一郎果然苏醒了 他睁眼一看 眼前居然站着一只蟑螂 不过听声音 确实他的队友 之间一郎猜得没错 这蟑螂玄机撕开自己的脸 就是维多利亚 没想到 他竟然杀了戴维斯 这到底为什么呢 维多利亚问之间一郎 东西在哪 之间一郎扳开蟑螂的尸体 没想到 竟有一个蟑螂的卵鞘 藏在里面 事情发展到这儿 之间一郎和维多利亚的身份 也藏不住了 很多的声音响了起来 称赞二人 混入巴克斯二号 果然是对的 让他们赶紧将卵鞘 带回地球 小丁三人组这边 他们刚脱离危险 打算回巴克斯二号 却发现奴物后面的金字塔 忽然 尤顿博士的声音响了起来 表示这些金字塔 应该是拉哈勃诸神建造的 而那些怪物 就是火星一种 他们身上的免疫宽容能力 是巴克斯手术的基础 这些蟑螂在被驱除的时候 可能留下卵鞘 现在有人要将卵鞘 带回地球 尤顿博士要求三人 无论如何 必须要破坏掉所有的卵鞘 可就在他们坐车往回赶的时候 巴克斯二号已经起飞了 然而就在维多利亚 洋洋得意 这么快就完成任务时 卵鞘里突然裂变出两只蟑螂 头上还有奇怪的印记 指尖一郎十分恐慌 但维多利亚却让他不必紧张 维多利亚立即给自己注射药剂 他融合了绿宝石蟑螂风的能力 可以用特殊的毒针破坏蟑螂脑 让蟑螂成为自己的傀儡 维多利亚淡定将手指插入 两只蟑螂的脖子 蟑螂似乎整个脑子都麻木了 维多利亚让他们好好待着别动 他很自信 可指尖一郎却笑不出来 两只蟑螂分明笑得十分诡异啊 而下一秒 维多利亚就被踢断了双腿 维多利亚趴在地上完全不敢相信 明明刚才还能够控制蟑螂的呀 指尖一郎一下看出来了 是耐药性 不对 准确的来说 是蟑螂发生了进化 进化后的蟑螂明显比之前高了一个等级 他们仰天长笑 附近地面的蟑螂因此纷纷飞上天空 很快就包围住 正在飞行的BugS2号肆意破坏 飞船因此很快不堪重负坠落了 失去BugS2号的联系后 本多十分吃惊 这是牛顿的身影出现在他的屏幕面前 牛顿也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教授能翻起这样的风浪 或许你是想将卵鞘带回地球用作军用 却想不到这些蟑螂的进化会这么快 事实上 它和人类一样 都在向诸神的身体进化 自从拉哈勃把种子撒在地球和火星 双方就已经注定了不死不休 另一边 目睹BugS2号坠落的小丁三人 火速赶到了飞船内部 看着现场情景 三人十分吃惊 不过这里也想说 智谦一郎怎么又睡过去了 不怕被蟑螂分尸吗 此时一只刚生出来的头领蟑螂 正在往飞船内部走去 一想到秋田就在那边 提姆就让小丁去追 自己和副舰长负责阻拦外面的蟑螂 提姆和张明媚对战剩下的一只头领蟑螂 没想到 它灵敏的就像是人类 生下来就会舞蹈 因此三下五除二 就夺下了张明媚的镰刀 砍断了他的头颅 还飞起一脚 差点把提姆踢死 提姆的雀液滴洒在智谦一郎的脸上 智谦一郎忽然想起了求学的日子 他家十分贫穷 父母还生了七个孩子 全家唯一的希望 就是他考上东京大学 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 然而当他拿到成绩单通知母亲 让他再等四年的时候 却被嫉妒他的女同学栽荡他性侵 而老师根本就是女同学的同伙 这导致他所有的规划毁于一旦 为了钱 他只能做巴克斯手术奔赴火星 智谦一郎终于清醒过来 他知道 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死 自己是全家的希望啊 联系到悲惨的过往 智谦一郎的愤怒也到了极点 经一鼓作气注射了两只药物 要和蟑螂血拼到底 提姆也被一郎给激励到了 再次往体内注射了药剂 两人并肩作战 谁要死在这里啊 在药效快要用尽之后 他更是直接注射了六只 他痛苦不堪 翅膀也因此长了出来 变成了黑色 提姆现在几乎是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很快就把面前的杂碎蟑螂 杀得一干二净 提姆随后跪在地上 他真的已经精疲力尽了 指尖蟑螂还在和首领蟑螂交战 看着面前的蟑螂人脸一样的造型 愤怒的头鼓起一身的力气 直接把他的头捏断了 可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没死 反而死死掐住指尖一郎的脖子 好在一旁提姆冲下去 利用张明媚残留的断臂 切断了他的手 指尖一郎随后才挣脱出来 打死了他 小丁这边发现 头领蟑螂在夺取秋田的尸体 他奋不顾死 拳拳倒肉 已经知道这些蟑螂 为什么要追杀他们的原因 就像人类看到蟑螂一样 只是纯粹的敌意一样 他的毒针被头领蟑螂掰断 却还是挥起拳头 砸在他的脸上 最终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秋田的尸体抢夺过来 当他抱着秋田的尸体出来时 才发现面前的惨像 这时提姆因为注射药物过量 已经撑不下去了 他的肌肉开始溶解 趁着自己还剩最后一口气 让志剑一郎和小丁赶紧回地球 他也不知道自己一不小心就玩过了头 其实就算他能回去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呀 提姆想起了自己青梅竹马的普罗伊 那个总是对自己笑笑的女孩 被人带去了城市 提姆天真的以为是简单的工作 之后才知道到底是什么 明白过来的他 疯狂地赶到城市的所有小路 查问每一个酒吧舞厅 最最终收到了普罗伊 已经被处理的消息 提姆真的觉得自己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但小丁和一郎 都还有生存下去的理由啊 提姆的脸和身体终于彻底溶解 变成了蝗虫的样子 他真的已经油紧灯枯 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虫子了 小丁再也控制不住 他抱着提姆大声表示 你是人 当然是人 是温暖的人 是我的朋友啊 转眼时间来到了2619年 之间一郎经过自己的努力 终于成了日本的总理大臣 他和小丁一起在自助餐店内 享受美食 想问小丁 真的要再去火星吗 小丁沉默了一下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 可看到那些年轻人 就想和他们一起去了 这里也是真的想说 Annex为什么就不能 带些武器弹药过去呢 我是黑白 再见